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為各位介紹一家來自高雄的人氣牛肉麵 它位於竹北縣鎮二路上 這裡只賣牛肉麵以及煎餃 剛開幕的時候這裡天天排滿的人潮 移入內這裡是調味料以及餐具區 這裡有一個賣點就是古早味豆花免費吃喔 它搭配的湯汁不是以往常見的薑汁 而是用黑糖汁取代 黑糖汁搭配的豆花說真的也是很好吃喔 調味料區還有蘿蔔乾可以加在麵中食用 還提供很辣很辣的辣椒 喜歡吃辣的朋友這裡可以拿來嘗嘗看喔 店內的空間不大座位數不多 白色的牆面裝置上雨鞋縮衣以及斗粒 讓店裡看起來有點農家的風格 店裡的小菜一律39元有黃金泡菜和風海帶牙 有香蘿蔔、百香果木瓜以及冰莓蘿蔔球 它的麵有皮帶麵以及拉麵 我今天點的是皮帶麵一人獨享餐 如果你麵喜歡吃粗一點的麵條 或者你是喜歡吃麵疙瘩的人 你一定會喜歡吃這裡的皮帶麵喔 它的牛肉湯是屬於重口味的紅燒牛肉湯 好吃喔 這99元的牛肉麵一人獨享 牛肉的分量還真的很多 這裡賣的煎餃是冰花圓盤煎餃 有很多種口味你可以混搭 我們今天選擇了 眷村韭菜煎餃以及鮮酥味煎餃 冰花圓盤煎餃是這樣子呈現給大家的 看起來是不是很美麗很漂亮呢 吃它的煎餃搭配它的辣椒醬油 真的很棒很好吃喔 這裡賣的種類不多 牛肉麵好吃 煎餃也好吃 連美麵的豆花也都好吃喔 今天竹北麵家二卷 就會各位介紹到這裡 希望各位會喜歡 喜歡的朋友別忘了幫我按讚及分享喔 新朋友也可以在下方按下訂閱 並開啟小鈴鐺 感謝大家的收看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大家 請問你們 感谢观看